我告诉你啊 瘸子以后你就这样做 简单清爽下饭 不要看它其貌不扬 吃起来味道真叫一个美 首先准备上三到四个年轻的瘸子 还没有手过朋友那种 这种年轻的瘸子切开之后 它特别的嫩 你看这上面白白的 再来准备一点新鲜的小心胶 现在的小心胶都还很嫩 给它切一下 锅里面不用放油 把辣椒全部下锅 用中小火先给它慢慢的炒一下 我们来做一个烧椒 这一步的话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辣椒放到炭火 或者是明火上面烧 全部炒至这种烟鸡鸡的 就可以先给它倒出来了 再来拨上几个四川特色的黄皮蛋 咱们的这个黄皮蛋 每一个都是选用新鲜的麻鸭蛋制作的 拨出来里面都是黄黄亮亮的 超级的漂亮 看到没有 里面还有松花 并且蛋黄也是特别的大 很安逸很安逸一个的 再说一遍哈 每一个都是选用新鲜的麻鸭蛋制作的 鸭蛋不是鸡蛋 不是鸡蛋 你看这个蛋骨都是鹿骨的 漂亮 这个皮蛋可以剥了扣扣直接吃起水 也可以用来像我今天一样的做菜 还可以用来凉拌煮汤等等 再来给它切一下 每一个皮蛋切开中间都是这样子弹心的哈 这个弹心是最好吃的 一分为鹿 这种皮蛋夏天你就随便剥两锅 放点酱油 再放一点辣椒油一半 就能够下凉晚饭了 超级的简单 刚才炒好了烧焦 再加一点大蒜子 一起把它炸碎 蒜子来给它切成块 一分为四 切开之后里面是这种白白金金的 看不到明显的黑子 就证明这个蒜子很嫩很年轻 我们自己家里种了几个蒜子 不过还没有开始结 放上蒸锅 水开锅后给它蒸个八分钟左右 另起锅来一点醇菜籽油 下烧焦 先用大火快速的把它们的香味激发出来 全部都给它炒香过后 先倒出来 放一点点毛毛醋 豆油 白糖 鸡精 藤椒油 活转活转的就可以了 这边的蒸子也已经蒸好了 用一个碗给它夹出来就行 再来把切好的皮蛋给它放上去 将才调好的烧焦酱 全部这样子淋上去 最后给它甩上一点性感的冲发 就可以上桌开吃了 咱们今天的烧焦皮蛋拌瘸子就做好了 蒸子做出来简单美味下饭 很具有四川特色的一道菜 喜欢吃的朋友可以收藏走 有时间的时候咱们自己告一哈 不喜欢的就免费看完 撒过了 这烧焦不知道辣不辣 不辣 嗯 这皮蛋很可以 这种拌的话就叫热拌 直接还是热的就给它拌起来 冷的肉拌才叫凉拌 紫皮茄子它的皮比较黑皮的茄子 更加嫩一点 你要不要上坡 我们可以走了你看 我胖胖走了呗 胖胖是你朋友吗 不是啊 他去打牌去了 本来是准备在我们这里 跟我两个打着 我哪会给他两个打 我给他打的话 只有输钱给他 好